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黄明明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独立特派员节目 伦敦奥运才刚刚开幕 中华队就传回来好消息 我们的举重选手许淑静 为台湾勇夺第一面银牌 那么接下来国内各界最期待的 就是跆拳道的登场 而我们知道跆拳道这个项目 在过去它被认为是一条 比较冷门的夺牌捷径 但是现在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投入发展 所以现在已经不像以前一样 可以由少数国家来主导战局 这一次的伦敦奥运 台湾总共有三位选手 参加跆拳道比赛 其中的杨淑军更被视为夺精的大热门 而包括它在内 所有选手的训练过程 都是非常的艰辛 他们到底如何拿到这张 得来不易的奥运门票 我们先从竞争非常激烈的 国手选拔看起 排拳奥运代表盟主赛展开 争取到奥运参赛权的人 接受选手挑战 以便确认谁最后代表我国出赛 前一晚 因降体重抵抗力降低 严格规定穿着作息 服装不符合 所以继续点一次 调整牙套以免影响比赛情绪 比赛要带了 因为它是白硬的 泡热水泡完之后它会软掉 只要趁这个时候快点合 用到嘴巴拉固定住 冷却卡住 就不会寒胜的都会掉 奥运每一个国家可总共有四个量级参赛 我国曾四席全拿 这次抢到三席 我跟国外比起来都没什么情绪 我一手一下上来的 你有感觉吗 很明显 要怎样登峰造极 多年指导奥运选手的刘庆文教练 给了答案 最后是起扣了 跟手扣了 听来简单 怎样展现于比赛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各位与最烈的掌声 为两位选手加油鼓励 谢谢 盟主赛若盟主得胜 立刻成为奥运代表选手 若挑战者能打败盟主 则需加赛 男子组21岁的魏晨阳 遇到学弟黄澄静 并未构成威胁 8比1取得资格 两个都是同学校的 也很了解彼此 他都知道我专场是什么 然后我就是用专场去做搭配 假如我平常好像只会悬梯 然后我可以故意做悬梯 要让他知道 可能我的专场能出来 其实我这个专场是假的 我已经变另外一个动作区 穿着蓝色目击的是杨淑君选手 红色目击的是李俊华选手 女子组49公斤级盟主杨淑君 18年生涯更显老练 杨公引用对手开始小输 因为只要三胜 你就可以获得代表权 然后到了第三场 可能是觉得 我前面两场都很顺利地打败他 然后第三场就觉得 赶快把它解决 然后那时候可能也 很多人来帮我加油 那我觉得我也不想让他们待太久 就想要让他们赶快就是 看我比赛要结束就可以一起吃个饭啊 然后让他们赶快回台北这样子 对然后反而每次我有这种想法的时候 就会比不好 稍后掌控场面取得资格 你看他刚刚第一场 第一场和第二场 一开始先输一分 然后结果他马上大概十几秒 马上一个划不下来 就会比赛的机会 你用到黄汤的终端 结果没有想到他来 忽然改变一个上端 这是今天的选手 他会做出 我常常讲在比赛当中 两个人实力博重的选手 看谁先变 你紧到关头去变那一下就赢了 追 换庄挡脚 追 追 另一组 上节奥运杨明已当教练的苏立文 来争取机会 得先胜庄家家才能向盟主挑战 追 追 追 苏立文必未充分展现 苏立文不要急 不要急啊 他已经被家家完全克注到 克注他只要一起来 他就压住 一起来他根本就无法 因为他的就是力量 他就赢力量 终之力 结果庄家家出现 他这种退休又出来打的人 而且练不投胃 当教练退下来当选手 投胃不到一年 就可以再打上来 这个东西台湾已经没有了 表示我们根本没进步 盟主曾立成面对较高的 庄家家才晋升战术 不料在国际赛战移 这回劝旅背叛犯规扣分 又为及时调整 你要熟悉裁判的比赛观念 然后呢 你要让裁判喜欢你的动作 而不是让裁判也帮隊方 6 4 4 3 4 7 5 5 6 3 8 5 5 5 6 6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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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 4 6 7 9 7 8 9 9 10 9 如何跨過長腿內再次威脅呢 我一直覺得我自己不夠好 所以我會一直成長 可是這也是我最大的缺點 就是因為我一直覺得我不夠好 所以我會越來越沒自行 離開左訓回到學校 強化心理支持 那時候回學校會跟當下比較 其實我會 那時候我就會一直想 其實那時候我很好 為什麼我現在可以 我一定可以 就一直這樣 加油 競爭 今天總結一下 兩位選手無聲的競爭 穿著紅色複製的是 曾立成選手 來我們給大家 掌聲外套的兩位選手 鼓勵 加油 復活賽曾立成比較放得開 加油 加油 動作更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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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戰還是緊張 加油 要爭取分數 還要給裁判看沒有犯規 冷靜思考製造陷阱 他也知道我要踢 可是我就讓他 我就踢 他就會防 我說他要防 我踢 他防了 我就踢 最後以提高風險的 常推進攻 終於取得資格 比賽結束 我們恭喜曾立成當選 2012年能夠奧運選手 國三就到左營培訓 26歲 終於打進奧運 他說這次的世界 確實從拿到軍隊之後 其實那時候壓力就開始 雖然知道大家要挑戰 但是我一直沒有去正面去面對這件事情 當上一次盟主挑戰戰的時候 我確實還是一直保持那樣的心態 上一次輸了之後我徹底覺悟了 因為我覺得其實很多事情 我沒有去解決 他還是會做 所謂姿勢 氣勢 從這場比賽可為例子 看到三種技術的時候 要有信心 對 我感覺到今天 要有信心 我就一定要贏 那種技術 我今天整理成今天表演很好 因為今天記得的時候 他就行動的那個 不敢對自己的綜藝主持人 就是說 一定要贏的對不對 不好意思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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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